大学生变成餐馆的灵魂角色 日前 一段介绍日本某家中华料理餐厅的影片在网路上掀起话题 该店有两名女大生担当主力 一人担任店主 一人负责烹饪 特别的组合让他们多次登上日本媒体 然而 眼尖的网友却发现 其中一名来自台湾的女大生身份不简单 更从片中的一画面揪出线索 挖出她就是台湾知名职棒选手许明杰的女儿 一个专于介绍日本美食的YouTube频道近日上传影片 分享一家有两名女大生经营的中华料理餐厅 该店以大分量的餐点满足掏客的味蕾 担任店主的池田岁香表示 当年因为爷爷得了癌症 为了让餐厅继续生存下去 他便邀请青梅竹马娟娟担任搭档 两人一起扛起这家店的存亡 身为台湾人的娟娟在店内负责烹煮食物 他在受访时提到 当时他收到碎香的邀请 碰巧父母要回台湾 他便决定留在日本 与好友一己分担经营餐厅的任务 该影片也被台湾网友分享到PTT 原po被两位女大生努力的模样吸引 在文中害羞地写道 跟两位正妹女大生整天炒饭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没想到眼间的网友立刻从影片的一画面 揪出线索 影片中提到娟娟的父亲是位职业棒球员 且画面也带到店内挂注的球衣 让乡民们认出娟娟的真实身份 原来她就是外号猫仔的职棒选手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示 许明杰的女儿啊 很正 什么名人到访 那是她爸爸的球衣了 原来是许明杰许明杰的女儿面 之前有报好几次了 也有人兴奋职户该来订计票了 女儿好正 两位都很漂亮耶 许明杰谈到宝贝女儿 从原本完全不会料理到现在在餐厅工作 对于女儿突然被讨论 她表示 不会担心了 反而希望更多顾客能够光明女儿的餐厅 看薪水能不能再更好 许明杰透露女儿从大学就开始在那间料理店打工 另一位女生是她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其实两家都很熟 女儿只身在日本 跟这位朋友住一起 她也比较放心 目前许明杰的女儿在日本念大学二年级 她透露 女儿现阶段是倾向留在日本 我跟她说 没关系 只要你有找到工作 留在日本没关系 如果没有找到工作 看回来可以找翻译的工作 许明杰透露女儿的英日文都很好 反而怕她中文比较不行 至于女儿料理很行吗 许明杰讲了出乎意料的答案 她去打工后才学的 在高中我跟她住一起 都是我在做菜 她也没在做 都是爸爸做 我也是从不会到最后摸索一点点出来 反正不会饿死就好了 她去打工后自己可能也有点兴趣 去年我去看她 有吃她做的菜 我就说你要咸死你老爸 她这样煮是没有错 但那道菜是要配饭 她没有给我白饭 只有端个菜出来 味道是不错 只是有点咸 现在女儿料理做的不错 在店内还有做炒饭跟拉面 不过主厨是有另外的人 她想学就去学 如果没有兴趣 要找她想做的工作我也不反对 她还有去考营业执照 有考过 她可以开店 本来老板说要再另外开店 请她去那边帮忙 我说先不要 希望她大学毕业后 她如果自己有兴趣 再去学 做吃得很累 看她自己 许明杰说 因为网友的分享 女儿意外爆红 许明杰说 不会担心了 还开玩笑地跟女儿说 你比你老爸还红 新闻一出来 每个都传连结给我是怎样 是日本那边一直在报道 我很平常心 顾客要去我也没差 看能不能多加一点薪水给她 许明杰表示 女儿到毕业前 应该都会在那边 她从小就在日本 一个人也已经习惯了 因为她在日职当选手或教练 常要到外面远征或集训 她都自己在家里 现在她回台湾工作 每年都会在即后去日本看女儿 刚好押冠赛在东京巨蛋 女儿可能会抽空去看比赛 届时妇女俩就能见面了 许明杰是台湾职业棒球选手 外号为猫仔 过去曾为日本职棒效力 担任其玉西52军的投手教练 目前则在终止活跃 是担任乐天桃源的投手教练 猫仔学胜17级展露头角 1993 1994参加轻棒国家队 台湾分别得到继军和冠军 1995进入成棒成为奥运培训队的成员 当时的队友曹俊阳 吴俊良 林洪远 黄甘林 陈俊连 红尘 该发业军章等人 后来都是职棒的要角 可惜这一队不如92培训队搬写下夺牌传奇 但是这支培训队在奥运资格赛前在日本举办的邀请赛中 击败红色闪电古巴队 胜利投手就是许明杰 猫仔也在国际棒谈赢得注目 两年后是台湾棒球史最黑暗的一刻 黑鹰事件成为棒球人伤心的回忆 这年的亚锦赛在台北举行 陈金峰的打击实力正式在成棒展现 投手方面许明杰和曹俊阳成为两大王牌 几个选手在这样的气氛中的强颜表现仍然给大家一些安慰 1998加盟直棒 在TML的金刚队出赛 这个时间点正逢职业选手开放参加国际赛 猫仔和不少一线球星也在母队国家队奔波 协助金刚队在1999年赢得总冠军后 他成为旅外选手的行列 和东方特快车郭太元 选择加入西武队 经过第一年的青涩 第二季也是念世纪的头一年 许明杰投出生涯最辉煌的赛季 拿下十一胜日值生涯唯一一次 成为雄狮军团的重要轮值 年底在台湾的诗棒赛 他当然没被遗忘 被征召回来再次批国家队战袍 在这个令人澎湃的比赛 大家最难忘的肯定是 陈金峰的拳雷打和张志佳的头球 可别忘记许明杰在首战 对意大力和惨败6分给 老美后隔天对多名尼加的 玩头亦是重要的两胜 台湾也拿夺得第三的佳纪 2001是台湾棒球人气复苏的一年 2002则是九胜三 65防御率的成绩 不过因为当时季中加入的张志佳窜起 猫仔被关注的频率变低 接下来的几个球季许明杰的任务 逐渐以牛棚为主 成绩都不算理想 这中间有03、07参加亚锦赛 合适棒赛05年一军 甚至只有四次登板的记录 许明杰却有一再留下来的机会 不少挑战日直的选手回台 连张老外也没法倖免 猫仔的存留成了艺术 08年5月刚回一军不久 许明杰就先发对战乐天的田中江大 主头七二局十三分的优质表现 最终赢得相隔四年的先发胜利 那场台湾有转播 赛后还用台语接受访问 接忍不拔和一生玄命的态度 也让他慢慢往第二个高峰爬去 2010年他的登板来到22次拿到 还有122局 继2002后局数再次破败 隔年仅有的一次先发尽造 救了一场玩丰盛 迎接自己的第二春 猫仔48次牛棚身份上场 22中计点而且一 98防御律 和085微配值 这些强颜表现让他在日直的 第12年追上前辈郭太元的成就 第二个取得自由球员的台湾人 年底经济趁势在帮他写下记录 成为第一个申请自由球员的台湾选手 最后转队至欧利士签下附数年契约 让众人意想不到的 是好不容易找到的第二春 居然迅速碰上严冬 改背号00的许名 截头球内容一落千丈 待了两年就被释出 最后回台湾打过LAMIGO和中信兄弟 表现也不理想 去年底去软银授训 确认转投手教练 选手生涯正式结束 忽然发现猫仔也达不惑之年 确实可以放下手套 转而指导后辈 回顾许明杰的旅日足迹 尽管没有留下灿烂的成绩 不过细水长流的奋斗14年头 这部分可是能和二郭一桩相提并论的 加上他一直是外籍选手身份更难能可贵 也祝福他的教练生涯意识愈沉愈香 每逢球季末 对部分球员而言 下份工作在哪里 能否延续职棒生涯 成了一项严峻考验 日本职棒12队经常在10月上旬公布 所谓第一波战力外名单 而2019赛季的战力外名单中 一口气有三位台湾球员上榜 包含其玉西武师投手郭俊林 廖人磊外 还有千叶罗德打者李杜轩 令台湾球迷震惊不已 对此 担任西武二军投手教练的许明杰 就感慨学长没办法帮助你们留在这个球队 在西武公布第一波战力外名单后 许明杰在脸书上发文 今天又是每年最不喜欢的一天 俊林 人磊学长没有办法帮助你们 让你们可以留在这个球队 接下来希望你们能找到好的球队 呼吁两位后辈能好好思考未来方向 并在文中感慨地说真的很无力 许明杰也说 两位后辈的离开 让他相当空虚 若有空的话 可以随时回来找他这个老人叙旧 展现幽默诙谐的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